歡迎來到我的行銷大學堂 那今天我們 昨天有預告我們今天要講 什麼事情 數字遊戲 在玩行銷裡面 有些數字 我之前也講過了很多點 等一下我開一下我的頁面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每個空外網頁 我當一個我人給我 我們打的是什麼樣子 當我在我的三十六劑裡面 講過很多個數字裡面的遊戲 那我們今天來講一個 簡單一個 我們講簡單一個就好 你在跟人家講一些事情 或是跟人家贈送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會怎麼講 我們 我們 以 以樂透卷來講 好了 樂透卷來講 我們講說 像過年過節 他不是都會講說 今天 只要每滿多少人 我們就多抽出 多抽出一組 講出來 我們今天就 每滿多少人 我們就多抽出一組 講出來 那 你會感覺 哦那 如果達到五十萬的人去買 買財政的時候 就變成有多五組出來 可是 你會感覺哦 那中獎機會 其實是變得很大 是不是 其實這只是一個數字 讓人看得到 多了五組 多了五組 可是我們都忽略了裡面 後面的概率問題 因為中獎機率是一樣 幾乎是一樣的 所以 多了這五組 表示更多人去買 那買了之後 就變成有多五組 喜歡 可是中獎機率是一樣的 可是 一般人心裡就會認為說 給五組 所以給它好掉 可以 大家懂嗎 就好像 我們去 把貨公司裡面 去跟它 我們現在最流行的 我們來講這個 頭單 那個 大型 現在很大型的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轉 轉的那個 扭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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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跟你講說 它裡面其實有 有20台iPhone 那如果它以概率來講說 只要 有 到有五百個人 轉扭蛋的話 五百個人一個人一百 就五萬塊了 它就 它就適合來 抽一張 如果有五百個人 扭蛋的話 就會 裡面就會有一台 iPhone機 那它滑得來嗎 OK 那 我們換句話來說 如果它有二十台的話 它就跟你講說 裡面有二十台iPhone機 我不跟你講說五百個人 我就跟你講說 裡面有二十台iPhone機 或是我跟你講說 裡面你五百個人 一萬個人裡面 我二十台iPhone機 五百個人有一台iPhone機 你會感覺怎麼樣 兩句話 五百個人可以得到一台iPhone機 或是一萬個人裡面 有二十台 一萬個人 一萬次裡面 有二十個人可以得到iPhone機 你會感覺哪一句話比較吸引你 後面嘛 很有二十台 一台耶 二十台耶 OK 所以這就是一個數字模例 所以這跟我們講 在講行銷的時候也是一樣 你要放大一個數字的壓迫力的話 你不要把它約分到最小 你不要約分到最小 約分到最小 讓人家感覺很精簡 錯了 你應該把它放大到最大 把你的 你要呈現的這個數字放到最大 而不是把它約分到最小 OK 我二十台 就是五百個人裡面會中一個 不要這樣子講 五百個中一個只有一台 你看看見是一台 可是你剛剛講說我裡面有二十台 這樣不是很棒嗎 OK 就我們換句話來說 如果 還是我們剛剛 你如果今天是要去跟人家講說 我裡面有特價品 我們裡面像我們現在在講 我在幫人家做賴行銷 賴行銷裡面就有一個 有個什麼 抽獎 抽獎的話語 像那老闆跟我講說 他會送一百組免費做賴的優惠券 只要你填賴券 他裡面提供一百個 那他問我 我就問他說 那你想要怎麼 要多少人填賴券 你才 你那種才合物理的效益 他說 那就大概一百組嘛 那後面一百組來 他們後續會有一些生意效益出來嘛 他說就一千個人來 來弄就好了 所以我就不會跟他講啊 我不會跟使用者來講 我就說 抽賴券有一百份 免費 美濃券給你 你只要抽賴券 你就有機會得到一百份 就有機會得到 有一百份 美濃券讓你抽 讓你獲得 OK 我不用去跟他講說 每十個人裡面有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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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壓 這個宣章力不夠 我就直接說 抽賴券 有一百份 有一百個免費 美濃券 等你來領取 一份跟一百份的效率 就差很多了 所以我們在做行銷裡面 你要跟剛剛我所講的 不要把你要誇張的數字 約分到最小 而是把它擴張到最大 這就是數字魔力 OK 懂嗎 所以在行銷裡面 數字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用對的 張力完全沒有了 用對的 張力 不只是一倍 不只是兩倍 有時候可以數倍的擴張出去 OK 了解嗎 所以數字 在行銷裡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使用策略 要用對方法 OK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 拜拜 晚吃 晚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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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